欢迎来到宁子的频道 现在是九月初 新的花开始绽放 很多花也开始复花了 宛如春天般的多彩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的前花园吧 隔山花它看起来就像野花一样 而且它完全是零达理 只要你撒上种子 它就会不断地开放 给花园增加色彩 它一直要开到冬天 九月初 它的感觉就如同是春天天气一样 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 纸巾花 也居然在秋天也第二次开花了 看看那只小花园 这一株纸巾花是在夏天的时候 它的叶子全部都焦黄 感觉它是得了红蜘蛛 我把所有的叶片全部给它弄掉 现在长出来的全是新叶嫩芽 居然还带了花包 这花包 春天的时候它是花朵和叶片同时展开 春天的时候 有各种椅杂 鸭打成累 这些是我自己承插成活的矮线流 也是一年生的品种 这些 Nou 很多亚虫 religios 尔谦牛是最容易得牙虫的 而且它得了牙虫以后 它还会给传染到别的蜘蛛上 所以其他的蜘蛛 我们也同样的要给它喷杀 其实牙虫并不怕用水葱 或者用喷药喷两次就好了 不过我呢 我就习惯于用手去把它捏死 牙虫是制不了根的 一旦你发现了 它就会长期在那里 只是控制它的量 不要太泛滥 和染上其他的一些植物身上 万寿菊是太美了 它不需要肥 只需要阳光和水 就会长得这么茂密 一颗就可以长这么一大豹 它没有病 你看看 它就是在癌切牛的旁边 它也染不上这个牙虫 它不仅自己不得病 而且它还有防虫防病的一个功能 如果你种在你的植物 或者是蔬菜的旁边的话 它可以防止一些病虫害 今天已经从绿色变成了粉红色 深红色 这是红色的绣线菊 这是它干枯的花朵 很深的颜色 这是它新开出来的花朵 松果菊还在开放 还有灵性的一些橱菊 也在开放 这蛇边菊 花朵开完之后 它一串一串的花絮 还保留在枝头上 还是有观赏的价值 每人家我是在五月份种下的求根 现在花朵已经开了一大半了 有些花朵已经卸了 你看看这个 卸掉的花朵 这是很美的 这是它还在开放的 这是黑眼树山 还在开放 这个是金斩菊 它是用种子发苗的 它是不断在开放 一直要开到霜冻 有一些地背 这是景天多入的地背 我们叫香雪球 它铺底的效果非常的美 而且一直要从夏天 一直开到冬天 霜冻之前 这一株三角梅 它是盆栽的 它可以一直延长 这个柱子拍生 它是一个 重复开发的一个品种 而且没有季节性 它唯独的一个缺点 就是不能再生来过度 我从这个方向来看看 我们的玫瑰红的三角梅吧 它的花朵盛开的时候 就像一个大球一样的 一个有锈球这么大的 一个球状的花朵 它的花期非常长 大约有两个月左右 我是特别喜爱它 尽管它不能在室外过冬 但是我都可以忍受把这个花盆 把这个花盆 冬天搬到室内 夏天 五月份的时候 再把它搬出来 这一株玫瑰红 这株玫瑰红已经是身上添了 太高了 只有抬起头来看 另外一株三角梅 一直开 从春天一直开到现在 虽然花朵已经不是那么多 也不是那么新鲜 有些是橙花 有些是新鲜的花朵 这就是新鲜的花朵 它是属于深红色的 九月份的花真的不亚于春天的花 你看 所有的花都又重新复花了 这是金银花 又香又美 又复花了 红色的金银花也复花了 大自然真的非常的奇妙 因为现在的温度和春天的温度 非常的相似 所以它们感觉春天来了 又开始开花了 里面上还有很多小花 圈竹葵 很多小终生鲜 都是小终生鲜 但是还有花就在花体里面 最后还有一片喜鹰的 这是芝麻草 巨大的叶子 这个植物 后面还有垂钓的垂盆草 非常神奇的发现 我的七姐妹二朵开花盒 感觉它又要爆花了 好多的花朵 好多的花苞 秋天的花朵 虽然没有春天这么灿烂 没有这么茂密 但是它仍然是很美丽的 给我的花园增加了不少的色彩 谢谢收看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